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吉祥 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是这个苦空无常的一种究竟的一种的道理 还有真正的意义 还有大乘佛法的一种的修行呢 就是这种六度 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三节 就是人间佛教的神圣真理 在书里面有讲 人呢,是可以呢,因为这个生活而神圣 为什么我们生活可以神圣呢 为什么从生活当中可以神圣 平常的我们的吃饭呢,睡觉呢,工作呢 照顾家庭都可以因为这种的生活而神圣吗 在书里面告诉我们是可以的 怎么样呢 只要你对人间佛教这种信仰 加以实践的话 他就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这个世间呢 来走上这个神圣 那,举例说呢 我们为什么因为生活而神圣呢 在你们,我举一个例子 我还没学佛之前 我的心一直都觉得很不安 然后呢,常常为了有一点少的事情呢 我就很消极了,很悲观了 但是我学佛之后呢,参加了这个佛学班之后 我就觉得,哎,我应该呢 什么,我应该是可以更积极的 我应该对自己有信心的 甚至于说,我听完上一堂课 面部法师所讲 原来佛陀告诉我们呢 这个苦呢,是可以转苦为乐的 甚至于说呢,以前那么一个自私的我 哎,我是可以呢,追求一个大我的 可以呢,可以扩大的 可以升华的 这是不是可以改变 是可以改变的 是为什么你能够从一个 坦记不安的心来达到一个呢 你觉得安了欢喜的话 中间是什么呢 中间就是因为你对人间佛教的信仰呢 加以实践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把佛法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 甚至于说呢 我们觉得很苦 我们去上个礼拜来说 这个苦 我觉得真的做人很痛苦 但是呢 这种的痛苦呢 我们除了可以转苦为乐的话 如果我能够转苦为乐 我就能够 当下就能够解脱这种苦了 圣经也说呢 我们刚刚所讲的 一个很小我 很私我 一个自私的我 一个愚痴的我 原来我是可以进化 可以美化 然后可以扩大 可以升华 成为一个真正的我 甚至于说呢 对于世间的一些的不圆满 透过一种佛法的时间的话 就能够呢 就能够走向一个呢 出世间的一种的圆满 所以呢 这种人呢 可以因为生活而神圣的话 从个人的一种的改善 然后到呢 可以走向一种群体的一种的改善 所以呢 人是不是可以因为生活而神圣呢 以前我没有想到 我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透过对佛法的时间 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呢 在书里面呢 就讲到呢 一日修行 日日工 日日修行呢 就日日工 就是说 你一天修行呢 就一天的功夫 天天修行呢 你就天天的功夫 那就是告诉我们呢 我们说呢 人成呢 既佛成 人格的一种的圆满 人格的一种的完成的话 就是怎么样 你也不是一步登天的 也是要呢 点点滴滴 一步一步 一天的修行 你就一天的功夫 你每一天修行 每一天的功夫呢 那你就能够迈向呢 这个呢 人格这种的完成 完成自己了 所以呢 在这里讲 如果我们能够通达 佛教所讲的 般若呢 中道呢 缘起呢 就许多人我一路的 一个大乘 正理的话 就是我们信仰的神圣性 也就是人间佛教呢 跟佛相应的神圣正理 什么是人我一路 就是我跟你呢 是没有分别的 我跟你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还记得 佛陀为什么要出家 佛陀呢 要出家是因为 他在皇宫那种 享乐呢 快乐的生活呢 他怎么会想到出家呢 就是因为有一次呢 他出了城门 看了一个老人 一个病人 一个呢 死人 还有一个上门 一个修道的人 他终于看到 为什么人生 会有这些的现象 为什么在社会上面呢 有这些贫穷的人呢 有人会生病呢 有人会老 甚至会死的 在他王宫里面呢 他不会看到这种现象 因为他爸爸金饭王 不会给他看到这些 让他觉得不快乐的一些的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当他知道 看到之后呢 他回去王宫呢 就在 就是跟金饭王讲了 就好像呢 有一天 你们的孩子啊 女儿 甚至于说 你们的孙子去问 妈妈 你可以告诉我 人生没有生老病死的 一种的现象吗 如果这样子问他 你怎么回 这样子问你 你怎么回答 你答不出来 难道你跟他 你不要问啊 小朋友懂什么 不可能吗 或者说 没有这些现象 这个也不可以 因为他事实是存在 所以呢 当太子呢 去问他的父亲呢 金饭王的时候 人生没有生老病死的现象 然后我们的内心 也没有又被苦恼的 一种逼迫 那我们的世界呢 也没有这种 被宽离合的 一种的苦痛 那世间的一切呢 都是不生不灭的 当他问你这四个问题 当然金饭王打不出来 那呢 那基达多太子呢 既然夫妻呢 都是反对他出家的 然后我唯有自己呢 去探索 去探索我生命的 一种的意义 为什么会有 这些的现象出现 所以呢 他有一天晚上呢 就出了城门了 然后呢 就追求这个真理 他呢 就去到南部呢 一个摸切佗国 走到一个苦恨岭 我们知道 当时候的印度的话 修行人 他们都是用这种 苦恨的一种的方式 所以他去到这个苦恨岭呢 看到很多 自同道合的人 大家一起在修行 甚至说拜外道为师 但是经过呢 这样子的苦恨的方式 他发觉 他没有办法呢 能够找出这个答案 然后呢 他觉得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下去呢 也是没有办法解决 他心中里面的所谓的 心中他一直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 所以后来呢 他就离开了 然后从经典里面去记载的话 佛陀呢 在六年的苦恨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他每一天呢 只是一马一脉 然后甚至说呢 这个小鸟啊 在他的头上面呢 去做这个草啊 他都不为所动 所以呢 他后来发觉 这不是一个 可以能够帮助他 可以解决他心中问题的 一种的修行的方式 所以他就离开 但是因为他很瘦嘛 因为苦恨 那所以的话 就弄到身体呢 很差 后来呢 他就孕倒了 在最后呢 介绍牧羊女的 一个如米的一种的供养呢 让他恢复这个体力 在里南禅河哪一边呢 他洗澡洗好了 干干净净 然后之后呢 就去到这个 菩提甲亚的菩提树下 这个金刚座上呢 就发出这个 这个圣言呢 如果呢 我不能够呢 找到这个答案的话 我不会 就是说 我施不起起坐 我不会起来的 他的来一份的决心 后来呢 经过呢 这个到这个 十二月初八呢 这一天的 阅读明星呢 他就呢 说 起载起载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上 只要妄想执着 不能了解 奇怪了 奇怪了 大地的众生 都是跟我有一样 有这一份的智慧 甚至这尊福的 为什么呢 他们呢 不知道呢 是因为他们有妄想跟执着 所以没有办法能够明了 那所以呢 其实佛陀呢 在这个四十九天呢 这个菩提树下 探索人生的 几种问题 现象的时候 原来呢 他发现在真理的世界里面的话 是一个法界平等的 所以世界上面的一切的成坏呢 或者说爱恨呢 甚至说一些的 世理啦 圣灭种种的现象 就可以消除了 为什么 他悟到的是一种 云起星空的一个道理 所以呢 一切因缘生 一切呢 也是因缘灭 世界的万象的话 全部都是 原生原灭的一种的现象 那如果是法界平等的 一个真理世界里面的话 一切的对待呢 就可以获得了平等 一切的复杂呢 就能够获得了一种的圆满 那所以的话 就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世界 是法界的一种的平等 所以呢 佛陀呢 就在12月初八 阅读明星呢 觉悟到这个 缘起种到一个真理 那所以呢 在书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呢 通达佛教所讲的 般若呢 种到了缘起呢 这许多人我一辱的 大乘真理呢 都是我们信仰的神圣性 所以你去看看 佛陀呢 悟到这个缘起星空的真理 他看到的这种 人的一种 生老病死的一种的现象 但是呢 他发现 真如的佛心呢 是偏满虚空 充塞法界的 因为在真理的世界里面的话 都是法界平等的 所以呢 我们呢 从这里都知道的 人我一辱呢 就是一种大乘佛教的 一种的真理 也是我们信仰的 一份的神圣性 好了 那在我们 我们刚刚所讲嘛 人呢 可以因为生活而神圣 那到底怎么从我们的 生活之中呢 而神圣呢 好 在下面呢 有举了一个例子呢 就举例了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 三好运动的神圣性 你会讲 三好运动 怎么能够 可以有神圣性 我们知道三好运动 就是做好事 说好花 存好心 这九个字呢 很容易背下来 大家一定会记得 但是永不容易做得到 不容易 也是可以说容易 为什么 其实它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做得到的话 那三好运动呢 就是一种神圣性 你会说呢 怎么用去做呢 好 我们去举一个例子 我们生做好事 我们呢 以前呢 我是从来不会做好事的 因为人家说 人不畏己 天住地面 我当然是要想到 不管我的事 我就不做的了 你要我去做布施的话 我给他十块 我带子呢 真的少了十块 我舍不得 你不要让我去做布施 我做的事情的话 我只是讲到 我可以怎么去 比如说 我怎么去炫耀自己 能够在大众面前呢 认为我呢 是非常的 很了不起的 我这些事情 我才会去做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一天 经过一种的佛法的一种事 我们学佛了之后 原来三好运动呢 是那么的重要 那所以的话 我们就一步一步开始做了 你慢慢要知道 哦 你原来不是呢 是给他 也是给自己 你以前呢 很孤狠 很吝啬 但是你之后会变得 好 你们需要的 我一定会赞助 甚至于说 变得很慷慨 所以这些事不是一种转变 但是你透过呢 这个佛法的一种事件 我知道要教人家 讲好话 然后讲爱语 然后讲鼓励的话 讲安慰别人的话 你透过这种的事件 我以前做不到 但是我现在可以做得到 甚至于说呢 心存好念也是一样 我以前呢 心里面呢 只有想到我自己 只有想到我个人的 一种的利益好处 别人的话 我不管 但是你现在不会 你知道心存好念 非常的好 非常的重要 我的心里面的 要想到别人 我要想到 如果你是他 你会这样子 我不会 然后你知道 己所不欲 勿事欲人 我明白了 所以你的心呢 常常都会想到对方 想到别人的一种的立场 那是不是一种的改变 所以呢 从这里讲呢 我们说善好运动 的神圣性是什么 就是圣做好事 口说好话 然后心存善念 然后呢 得到一份的欢喜 得到更多的祝愿 结了更多的善应好运 那你 不能说 善好运动呢 不是一种神圣性 三好运动 是一种神圣性 从这里 就可以知道了 好 好了 我们再看看 这个四给 四给的神圣性 人家呢 给我们一个微笑呢 一个握手呢 圣经一说呢 跟我们一个点头 是不是神圣呢 也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呢 是非常吝啬 他一个的笑容 你要他笑呢 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 他一个微笑 譬如说呢 你一个陌生的人 或者第一次 来到我们到场的人 看到呢 我们呢 这个佛台的世界 那佛台的世界呢 很亲切的 跟他一个合战 阿弥陀佛 你当下的心会怎么样 你会觉得非常的欢喜 然后呢 你不会觉得呢 受到别人的一种冷漠 也不会觉得呢 不自然 或者你觉得呢 在这里呢 我都觉得 好像都 好像没有人 没有人来一个招呼 不会 因为一个合战 我们知道一个合战的一个动作呢 是最常用的 而且呢 是一个呢 是最圆满 而且呢 是对得体的一个动作 一个合战跟人家说一句 阿弥陀佛呢 是一个 是一个问候 也是一个关怀 神奇 所以一个祝福 神奇 你一种的慈悲的表现 所以我们呢 一个的微笑 甚至跟人家握手 一个的点头的话 这个都是神圣的 所以呢 如果呢 我们呢 可能给人家布施 我们想起上一堂课讲布施 我们呢 知道 然后呢 这种的布施的话 其实是给人家 也是给自己的 我们也明白 财思法思呢 等无差别 施者 受者 也是等无差别 无畏 布施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说呢 布施呢 要无上 度中呢 要无我 这个天下一家呢 物我两望的一种的境界 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那是不是神圣 是神圣的 我们说给 给就表示说 我有才能够给啊 我没有怎么给呢 其实这个给的话 不是要等到你有才给 你没有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给 我们说呢 不一定是财务的布施嘛 我们一种的无畏事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的话 我们给呢 因为我知道他需要 所以我给他 他开心 我也快乐 所以呢 我知道需要 他需要一种的鼓励 所以我给他心心 我知道他现在呢 非常的沮丧 所以我给他欢喜 甚至于说 我知道他呢 对人生的一种的未来 前途呢 就非常的 一种的消极的看法 我给他一种的希望 种种 那你说这不是一种神圣吗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给 当然是需要一种的 玻璃的一种的智慧 所以不要呢 你给人家信心啊 欢喜啊 希望呢 方便的时候的话 让人家呢 生起苦劳 或者你自己觉得苦劳的话 那这样子呢 我们真的要去反省一下 到底问题呢 是出在哪里 所以呢 这个给的话 我们说呢 这个给 就是说 我刚才所讲 不是到底有的时候才给 我们呢 都说呢 人呢 穷的时候 啊 贫穷呢 不适难 我那么穷 我都没有钱 我怎么去布施呢 我们还记得贫女一等 他一文钱呢 也拿去呢 去供登 那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这种的布施的话 贫穷的时候 你呢 更需要布施 真的贫穷呢 你能够布施 这个才是难上 难啊 很困难 但是呢 这个也是非常的难的 所以我们呢 必须要这样子想 所以呢 这个给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给的 给人家 我们刚才所讲嘛 给人家一个回笑啊 一个握手啦 一个核实的话 一个点头啦 都是呢 神圣性的 好 再讲到呢 我们刚才所讲 三好运动的 是神圣的 然后缘起中道的神圣性 又在哪里呢 我们去看一下缘起 我们刚才所讲呢 佛陀所悟到的是一个道理 所以一切因缘身 一切因缘面 世间的万事万物呢 都是原生原灭的 在这个真理的世界里面呢 是法界平等 这个中道呢 我们去想看看 佛陀呢 那个时候呢 在皇宫里面的话 当然是一种 无约流程的一种 皇宫的生活呢 但是呢 他知道呢 进方王不会给他出家修行 然后一定要他继承呢 去做这个皇帝 统领这个国家 对他来说的话 这个是不是一种 让他觉得非常的不自在 也是非常的不愿意 然后呢 好了 他去了苦恨里那边呢 去苦恨的一种修行 我们也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放弃六年的苦恨 因为这种修行的方法 没有办法呢 能够帮他找到这个真理 也没有办法呢 让他呢 可以解决他这些 心中的一些的疑问 以苦恨的这种修行呢 又让他自己的一种的身心 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一种自在 那所以他有没有体力 当然没体力呢 这身体变得非常的不 非常的虚弱 你虚弱的时候 你会自在 你不会 然后呢 你的身不舒服 你的心 心里面呢 也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呢 苦恨呢 佛陀发现呢 没有办法让他呢 可以呢 安稳自在 所以知道 不时呢 虐待自己呢 这种才是修行 所以呢 这种的 所以这种 欲乐的一种的生活的话 会迷失自己 然后这种苦恨的一种修行呢 对社会大众 没有一种利好处 因为我没有办法 这些 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些人间人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 一种的忠道 不主张欲乐的一种的生活 也不主张一种苦恨的一种的修行 这个为这种的忠道的一种的修行 所以呢 真正人间佛教呢 应该要提倡这个缘起忠道 佛陀所讲的 所做的 我们依止他所做的 所教示的话 所谓人成即佛成 就是 就是把人做好 人人能开悟 还怕不能成佛吗 我们说呢 人成即佛成 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是人格的圆满 也是呢 完成自己 只要我们能够把人做好 那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把人做好 我们有没有 我们可以反省一下 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的角色 扮演好了 在家庭里面 在工作里面 在团队里面 在自己的一种的 一种的人际关系上面 我到底有没有扮演好自己的一种的角色 如果你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话 你呢 就明白的话 就是说 这一些呢 我就是依照佛陀 所教导我们的 所指示我们所去做 我能够做到的话 我就能够把人能够做好了 所以呢 我们明白 从善好运动 到四给 然后到这个佛陀 所悟到的一个道理 甚至重道的一种的修行的 一种的生活的话 其实我们就知道 是不是一种 它具有一种的神圣性在哪里 它只具有这种神圣性在里面的 再进一步呢 佛陀就教导我们呢 度众呢 要用四色法 就是 不识 哀于 立行 跟同识 那这个的话 度众要用四色法 然后我们呢 就更要发这个 四弘四愿 就是众生 五辨四愿度 烦恼 五进四愿段 法门 五量四愿学 还有佛道 五上四愿成 那这个四色法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事情 我记得哪个时候 然后在香港 就你知道早期香港的话 青少年年轻人的 有什么的一些的活动呢 然后当然就没有什么活动 也没有什么iPad 也没有什么iPhone啊等等 也没有什么 去哪种游戏机 电动游戏等等都没有 所以年轻人的话 他们呢 因为那个时候 香港的 就是说我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香港呢 就有很多呢 政府呢 所盖的一些公共的一些房子 或者叫了一些坏的朋友 那我朋友呢 是不会踢足球的 然后呢 为了要接触这些年轻人 他晚上八九点呢 他还是去这个踢球的地方呢 要跟他们一起去踢球啦 去学习怎么踢球啦 然后呢 他们踢球 甚至于说 累的时候 他们就会坐下来 去花生 还有喝这个啤酒 那我朋友呢 是不喝啤酒的 但是因为这样子呢 所谓 我们说呢 头期 他们所好 他要去 学踢足球 然后去喝这个啤酒 他曾经告诉我 曾经一个晚上呢 喝了四瓶的 这个啤酒 他说真的是喝到吐 然后我一听呢 我就说 哇 你真是很伟大 你的工作真的非常的神圣 因为呢 我可能不会做得到 如果我是你呢 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但是你做得到 这是不是一种的神圣啊 就是一种的神圣 就是在这里了 所以呢 佛陀告诉我们 刚刚呢 用这种的四色法 好像我朋友 就是用这种的 一种的同事的 一种的同事色 一种的方法 我们要度重 就是要用这些 八四虎四月呢 然后呢 再进一步 我们要重视 要在生活里面 一死住行 行住坐卧的一种的修行 怎么在一死住行 也是一种修行 我们之前有讲 人可以因为生活而神圣 生活呢 不理什么 一死住行 我们举例来说 是 我们在这个吃饭 我们都知道有十传五观 在五观谈吃饭的时候 也要这种 也要这种 要吃三口饭 愿断一切恶 愿秀一切善 然后适度一切众生 也要那十传五观 你平常吃饭 会不会这样子 有时候会 有时候不会 但是我相信呢 你在五观谈一定会 所以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这种十传五观 我们要有一个反省的心 一个感恩的心 一个大愿的心 甚至一个惭愧的心 甚至一个警惕的心 来吃这个 这一顿饭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十传五观 这个是不是一种 我们吃饭 是不是一种修行 我们也是一种修行 那直接说行诸坐卧 我们说行诸坐 为什么是一种修行 我们说行如风 诸如松 然后坐如钟 然后卧如宫 我们呢 说呢 位已是不是可以度重 我们看见一个师兄 这个师姐 穿着海青 然后呢 就搭着这个曼衣 穿着这个罗汉鞋 就是非常的庄严 他放长的姿势 好美哦 他合长的动作呢 让我呢 就升起了一种信心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升起一个信心 会 而且呢 从此你 你也可以呢 甚至于说呢 让你启发到 你对佛教的一种的兴趣 甚至于呢 要去多了解 多一点的佛法 所以我们说 位已是对自己 一种修行 因为你的起信动念 都在你的行诸坐卧 可以表现出来 我们说你坐下来的 一个姿势 就可以知道 你的心到底在不在 如果你的心在的时候 你做的会怎么样 你会不会呢 靠在椅背上面 不会 你会不会翘脚 你也不会 那所以的话 这种行诸坐卧 其实呢 也是一种修行 不但是对自己呢 是一种的修行 圣经一说呢 对呢 别人呢 也是一种的说法 因为你能够呢 色受大众 隐 学佛的人 真的是不一样 学佛原来是那么美好 你会呢 引发呢 其他的人呢 能够可以接触 这个佛教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衣食诸行呢 行住坐卧里面去修行之外 而且呢 要把这些许多超越的高原的生产的一些毅力 我们要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所以我们不理呢 你佛法的话 你明白了 你了解了 你要不要用上 你要用上 在哪里用 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面 师父曾经跟我们说 佛法呢 如果呢 跟我的生活 跟我的人生呢 没有一种的关系 它是也没有意义的话 它没有办法呢 能够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好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 哦 很多人误解 这个苦的话 你们常都讲苦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学佛 那所以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一种的误解呢 让我们觉得佛法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跟我的人生呢 没有关系 那我为什么要去学 但是我们知道 佛法如果在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的生活 如果真的没有意义 那佛教会什么现在还存在呢 那所以的话 佛法跟我们的生活呢 是离不开的 从哲理呢 我们从这个三好运动呢 赐给呢 甚至这个诗色法 还有四孔四冤的一种神圣性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 佛陀的教法呢 是彻底的圆融的 好 所以呢 信仰呢 就是神圣 那修行呢 就是神圣 为什么 自己从一个凡复 我们这些世俗的层面 然后慢慢的进化 到达成圣 成贤 成为一个圣人 成为一个贤人 就是神圣的信用之 信仰之共 所以我们反复经过 对这个人间佛教信仰的一种的实践 达到慢慢进化自己呢 然后呢 就能够成为一个圣人 成为一个贤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回归到我们最刚刚所讲的是什么 一天修行呢 就一天功夫 天天修行呢 就天天的功夫 所以呢 人成继佛成的话 可不可以做得到 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们把佛法呢 实践在我们的一种的生活上面 在书里面呢 继续讲到 平等专重呢 就能够了胜托使 为什么平等专重 就能够了胜托使 因为人在平等之中超越 我们还记得了 在每两年一次的 佛光会的会员大会 都有个主题 今天是共事与开发 但是有一年呢 大家应该还记得 叫做同体与共生 同体呢 其实就是一种的平等观 为什么呢 这种的同体就包括 一种我们刚刚所讲 这种平等观之外的话 也是包含了一种的包容 这种的包容呢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同体就是 我是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因为为什么 我为什么跟你一样呢 我们搭在中原合合的 一种的圣命体 像装 我们的外相呢 我们的形状 装帽的话 等等的话 都是千差万倍 但是我们清净的佛性 是不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的话 既然是一样 我怎么不会包容其他呢 所以呢 在这个同体呢 也是我们刚所讲 也是一种共生 共生呢 就是一种 是慈悲观 那因为你慈悲呢 你才能够会 容纳对方 包容对方 融合呢 彼此呢 才能够共同呢 存在 共同这样子 生存下去 为什么 除了我们大家都是 中原合合的圣命体 我们的清净佛性呢 是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我们明打 彼此是什么 误会因缘 我们都是 彼此有关系的 我 不会比你重要 你也不会比我重要 因为我们大家都重要 少了这一份 不行 所以的话 我们说 我们了解到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互相去帮助 互相去包容对方 能够彼此呢 可以容纳对方 因为呢 我们只要靠姻缘呢 才能够成就的 如果呢 没有办法 我们呢 没有办法 包容对方 我们没有办法 容纳其他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 有一种的平等观呢 甚至于说 有一种的慈悲观 其实呢 我们去想一下 佛陀 在成立 这个僧团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印度那个时候 有四种姓嘛 那佛陀的弟子 包括 他不是只有 查地利 或者婆罗门 是他的弟子 甚至于说是什么 他呢 也包括一些提份的 甚至于把人家剔头的 所以呢 佛陀呢 曾经讲过 这个四心出家 同伟四字 不管是你哪个 种姓出家呢 都是我释迦牟尼佛的 弟子 另外呢 我们想 佛陀在成道的时候呢 在菩提树下呢 其在其在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德上 从这一句 我们就可以呢 可以看得到 佛陀之平等 不只因为呢 我现在成佛了 我是一个抉择 我证悟到这个 原情 星空的道理呢 我是比你们 优秀的 我是比你们呢 更高的 或者是说呢 我是唯一一个 能够证悟到 这里不是 佛陀在这里呢 大地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德上 只运 妄想知所 不能了解 这也是告诉我们 只要你们 去除这些 妄想 妄想知所 你们一样 有这种什么 智慧德上 所以师父是一种平等 这种平等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知道呢 平等呢 在佛教呢 在佛 也是佛教呢 跟其他宗教呢 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下面呢 师父有讲到 圣反 圣人反复要平等 人我要平等 理跟事要平等 甚至于说呢 这个男女呢 要平等 出家中 在家中 也要平等 可以说 为什么 真理呢 本来就是平等 为什么 佛陀所正乎 在发现到 在真理的 这个 真理的世界里面 是法界平等 人我一辱的 所以呢 在这个真理的世界 都是平等的 不应该 我是在家中 你是出家中 甚至于说呢 男跟女 甚至于说 骨跟精 四跟女等等呢 都是应该要平等的 从这里呢 我们也在里面呢 有讲到 譬如说 在《华言经》里面 提到很多的 妖婆姨呢 童女呢 比丘女呢 或者说女神等等 他们呢 因为他们对佛法呢 有一种呢 独特的一种的体悟 所以呢 引导呢 这个善才童子的 进入这个法界之境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就是说 有志啊 不在年高 所以呢 从这里我就想起 我们佛教讲 事不可亲 第一个呢 我们说小火 一个小小的火种 要不要亲事它 不要 为什么 因为它会烧起 整个圣灵 把它烧起来 第二个呢 我们呢 也不能看少呢 这个小龙 为什么 这个梵文夫妓 成为一个龙 那这样子的话 哇 就会很大的 一种的威力 甚至于说呢 一个小王子呢 可不可以亲事 不能 为什么 小王子有一天 基成王位 就是一国之君 统领整个国家 那当然小沙咪 也不能够 不可亲 为什么 小沙咪 长大之后 就是成为一个 大法师 圣经一说呢 他可能呢 成为一个国士 也不一定 所以呢 在哲理圣经一说 在这个 法法经里面 在法法经里面的 提婆 打斗品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呢 八岁农女 都可以成佛 所以呢 因为 我不敢亲事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我不会亲事 我就看不起你们 因为你们都能够成佛 这个是一种的平等观 就是 大家都是一样 不会 因为你是 小朋友 或者说 你是一个小王子 神就说 你是一个小沙咪 我就觉得 哎呀 不行的啦 你不可能了 不会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都可以知道的话 佛教里面所讲 这个的平等的话 是跟其他宗教 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呢 能够在生活之中而神圣 再继续呢 在书里面用这个佛光四句记 这四句记 慈悲使者骗法戒 媳福结缘 逆人天 尝尽皆恨 平等人 尚愧感恩大运行 他说呢 最重要呢 就是平等和人 这两 平等呢 重不重 我们说平等 因为是人我一辱的 我不会比你优秀 你也不会比我差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呢 重要 你也重要 大家都重要 因为我们是同体的 我们是共生的 我们是人我一辱的 所以这个平等很重要 这个人呢 我们在上一堂课 人呢 是一种的力量 人呢 是一种宽容的 一种的慈悲 所以呢 这个人跟平等呢 在才是佛法真正的 一种的精神 佛法高僧的 一种的意义 因为平等 在真理的世界里面 我们一直在讲 在真理的世界里面 是法界平等的 人我一辱 是大称的一种的正理 所以呢 我们明白这样子 我们的纵然呢 是有这种的千超万别 还是能够在复杂之中呢 能够获得同意 在对待之中呢 获得了这个平等 我们自然不会在这些 事上上面呢 去计较 去比较 这个你能够做得到 这些种的平等 还有忍的 这些种的佛法的精神呢 好 谈到呢 这个真正的聊生托事 我们刚才所讲 平等尊重呢 就能够了生托事 那怎么能够了生托事呢 他讲了真正的聊生呢 应该对身 不要执着 也不要自教 也不要贪恋 我们上个礼拜的课 有讲到 你能够呢 觉悟到呢 病痛的意义的话 你就会不执着 不执着贪恋 所以呢 我们呢 对身呢 不要一种 不要有一种的执着 也不要计较去贪恋 我们知道呢 这个生呢 是前世的教措 我们要去改进 然后脑呢 是一种无常的定律 我们要去接受 病呢 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我们要去承担 死呢 是神世的流转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如果能够明白了 这个生老病死的话 这似乎给我们呢 这四句话的话 我们就能够 可以解脱了 所以呢 我们问题是在哪里呢 生呢 我们很执着 对什么都执着 对什么都计较 对什么都贪恋 然后你在呢 这一辈子 你在生的时候 你都不能够做到这样子 你怎么能够了生呢 我们每一天可能呢 在这个生死 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次 因为有些时候呢 在天堂 有些时候在地狱 然后呢 就是整天呢 都在这天堂 地狱啦 这种呢 生生死死呢 正是千生万死之中过日子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对死亡呢 也不会恐惧 不认为死呢 就是一种毁灭 确实我们之前 一直在讲 我们呢 死亡 只是我们这个色胜 但是我们的精神 还有生命呢 是不死的 所以呢 就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这样子做到呢 生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就注定有什么 有一天会死 我们说 生的第一天 你出生的第一天呢 就慢慢呢 不像你的死亡 所以呢 我们生死呢 是不二 因为死是另外一起生命的开始 老兵死生 老兵死生 死是另外一起生命的开始 那所以的话 它是什么 所以呢 它这个呢 是带给我们一种未来 带给我们一种的希望 也带给我们光明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生的时候 不执着 不计较 然后不贪恋 对死呢 也不恐惧 也不认为死就是一种 毁灭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 婆婢一定要认为呢 生呢 就是和谐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哇 有一个啊 恭喜你 你天哪有一个孙子 大家都啊 很开心啊 这样子 一个生 现生命的一种诞生 到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的一种的 伤心难过 所以呢 我们呢 常常都在这种 生跟死上面的话 就会 就会有一种的 一种的极端的 一种的感受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这种生死 用一种的平常心 用一种平等的心去看待 那不是呢 就可以了生脱死吗 我们说呢 其实在我们现在 我们就可以了生脱死了 如果呢 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得到 你往生之后 那你怎么能够做得到 你死之后 还是带着一大堆的烦恼 一大堆的懊悔 甚至一大堆的一种的懊恼 离开 你可能呢 在这个时候 你就想到 哇 你就很挂爱 你的孩子了 你的孙子了 很挂爱你的 金银财宝了 很挂爱你的 一手创办的 这个事业王国了 圣经书突然间想到 哎 这个人对我不起啊 哇 我应该有跟他算账 你一口你呢也讲不出来 或者是说呢 你也没有力气呢 去跟他讲 你要他跟你道歉 或者是呢 你想到呢 就是说啊 我有亏欠别人 对人家不起 你去想 希望去跟人家讲一声什么 sorry啊 你都没有办法 你呢 就带着这份遗憾 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了声托词呢 好 所以呢 要了声托词 我们呢 在现在就可以做得到 了声托词了 大家了解 好 那至于人间佛教的一种的信仰精神呢 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信仰呢 就是要发挥人间的佛教信仰精神 就是能够信圣奉献 要实现 弘扬佛法 普度众生的一种菩萨道 从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 菩萨道呢 就是人间佛教的一种信仰精神 所以呢 我们不能做一个治疗汉 也不能呢 做一个呢 只是做一个求佛呢 拜佛的人 那所以的话 你菩萨道的修行 当然你要牺牲呢 你要奉献呢 要实现这个 弘扬这个佛法 普度众生 这个呢 就是一种人间佛教的信仰精神 所以人间佛教呢 就是要发菩提心 当然就是要发菩提心 行这个菩萨道呢 能够发这个菩提心呢 甚至才叫做人间佛教 我们要行佛 不止是求佛 拜佛 停留在这个世俗的一个层面 求佛 拜佛 行菩萨道呢 才是真正佛陀 人间佛教的一种的精神 所以呢 从这里 我们就更能够明白 三好运动的神圣性在哪里 我们缘起中道的神圣性在哪里 甚至于说呢 我们度众用这个世色法 发这个世红世愿 把我们对人间佛教的信仰 实践在我们的行住坐卧 意识做起里面 为什么他都是神圣的 所以呢 从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够明白 我们可以因为生活而神圣 甚至于说呢 我们人可以在平等之中超越 所以大家要记得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讲到这个第四节 这个偏满虚空的人间佛陀 在书本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师父说呢 借着讲依据佛陀的本怀 将原始佛教 与大乘佛教荣而为一的一个道理 所以呢 他就讲了 如果你要进去山里面去修行呢 人间佛教会不会排斥你 不会 如果呢 你想修学的 或者创办一些利益大众的 一些佛教的事业的话 人间佛教也不会说呢 你不能 所以呢 当今的佛教应该要不舍 一法 为什么 其实呢 就是在秉持佛陀的一个本怀 有那空 所以我们刚刚所讲嘛 如果你要进去山修行 人间佛教不会排斥你 如果呢 你想修学 或者说 进行办一些利益大众的一些的事 人间佛教的事业的话 人间佛教呢 也不会说不行 所以呢 佛陀所讲的 有那空呢 有那万有呢 大家共同存在呢 彼此呢 彼此呢 就能给一个尊重 所以这个呢 就是基于在一个彼此的一种尊重与包容上面 也是说呢 一个的平等 所以呢 师父在进一步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心里面的度量 我们的心里面的度量呢 好像虚空 你还不能有那宇宙所有的佛说的 世界是我们心里面的世界 终身呢 是我们心里面的终身 万物呢 是我们心中的万物嘛 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容纳这个万有 所以呢 我们会不会对立 我们不会对立 然后我们会排斥对方吗 也不会 然后呢 也更不会抗拒 不要跟他合作 所以呢 这个空呢 是让我们呢 能够大家共同存在 基于一个尊重与包容的基础上面 所以呢 我们的心中的度量 要不要有好像虚空 当然要了 既然一切 一切 就在我的心中 我们要何必了 要去排斥他们呢 所以呢 空就是有 你为什么不能从空去体会万有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空就是空 有就是有 所以是变成一个对待 一种的对待 一种的对立 所以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 一些的烦恼啊 一些的对立啊 一些的不愉快的事情的一些发生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呢 在书里面呢 就讲 华言经呢 就说 若人欲似佛 境界 当尽其一 如虚空 所以呢 从这里这两句话呢 就可以说明虚空呢 是不生不灭的 你能够体会到虚空的这种特性的话 就能够了解生命也是不胜不死的 我们从上一堂课 讲到这个生命的看法啦 对生死的一种看法 对于从这里呢 我们也知道 死亡呢 只是我们这个设身 但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生命呢 是不死的 在佛教来说 佛教对这种人 就好像一个圆圈 它是没有开始 也没有终结 那一起生命的结束 也是呢 是一起生命的一种开始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呢 当尽其一如虚空 我们唯有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了解 虚空呢 是不生不灭 如果有生有灭呢 就变成 生就是生 灭就是灭 那这样子的话 对虚空都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看法 那你对生死会不会 你对生死 生就是生 死就是死 圣基于说呢 爱就是爱 恨就是恨 我们都会处于一种对立 这种对待的一种局面 所以呢 我们呢 在整理在书本里面 讲到 就好像佛头讲 圣命就讲到 我们刚才所讲 就是我们这个 摄身的羞耻 如果我们要从 我们这个摄身的羞耻 也能够达到 这个法身 所谓法身呢 就是偏满虚空 充在法界 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的本来面目 那就是我们收到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我们要透过这个摄身 去羞耻到达这个法身的话 唯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 这个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 而且偏满虚空 充在法界 我们的一种的本来的一个面目 那如果这样呢 书里面呢 就在说了 佛陀在哪里呢 佛陀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佛陀在我们的虚空里 佛陀呢 在我们的信仰里 那佛陀呢 究竟在哪里呢 在里面呢 师父有说 人人有佛性 大家都会同意 佛在我的心里 没错 我是佛 是 我是佛 那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没错 这句话呢 是对的 师父说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不究竟 为什么 师父以他呢 这个 那么多 八十多年来的一种修行 的一种的经验呢 佛陀呢 应该呢 是在虚空里面 经典也说了 如来法身 偏满虚空 充在法界 在虚空里面 哪里没有佛陀呢 然后呢 再举了一个例子 譬如说 在我们的佛堂 我们自己 有一个佛堂 我呢 就挂起来一个呢 就是佛画 这个佛画 里面呢 就画了一尊 非常专业的菩萨 在你呢 在礼拜的时候 到底你是礼拜一张纸呢 还是礼拜一尊佛 在你的心中 当然不是礼拜一张纸 你是礼拜一尊佛 就好像呢 我用其他的材料 所造成的一些佛像 譬如说呢 用金呢 用铜呢 这些不同的金属呢 甚至于用石头呢 用水泥呢 等等 或者用木头所造成的佛像 你礼拜的是一尊佛 而不是礼拜呢 这些材料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子 既然呢 在虚空里面 哪里没有佛呢 那也可以说呢 世间万物的 都是佛陀 在书里面呢 有举了两个公案 第一个呢 就是丹下天然禅室 因为是冬天嘛 很冷 所以呢 他呢 就去到一个寺院的时候 哎 看见大殿上面呢 有一些木钓的佛像 所以呢 他随手就拿起一个佛像 然后就丢到火堆里面了 那这个柱子呢 一看到 哇不得了 你怎么可以 那他心里面 哇这个初见 怎么可以去 笑这个佛像呢 然后他就跟 问这个天然禅室 你在做什么 他说 我在笑佛像啊 你为什么要笑佛像啊 哦 我笑佛像是因为 想拿这个舍利子 然后呢 这个柱子说 怎么可能 这个是木钓的佛像 怎么可能有舍利子呢 所以从这个对话这种 天然禅室听到之后 哦 既然没有舍利子呢 他呢 就在哪一个木钓的佛像 又丢到火堆里面去烧了 所以从这个公案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所以呢 佛陀呢 是不是我这个 离掉 木钓 离缩的一个佛像 已经是超越了 佛陀的法身 已经超越了 这个的一个 一个的 一个有形的 这个有形的了 也可以说呢 宇宙的真理呢 就是佛陀的法身 所以呢 是遍满虚空 充塞法界 所以另外一个呢 在说里面有讲 有一种红讲师 他呢 就去 就是跟 在说法的时候呢 就讲 佛陀的法身 遍满虚空 充塞法界 哇 上面呢 听的人呢 哇 佛陀真的非常伟大 佛陀呢 真是无处不在 当时候呢 有一位残师 他呢 就咳了 咳咳 这样子咳嗽了 然后他一吐 就把这个痰呢 吐在这个佛像上面 那这个红讲师呢 一看到 哇 不得了了 你怎么可以把痰 吐在这个佛像上面呢 那所以呢 这个残师也没有回答他 他呢 只是 要预备 要吐第二口痰的时候 他说 请你告诉我 我可以吐在哪里 大家听得懂吗 因为你说呢 佛陀呢 无处不在呀 既然是无处不在 那我要吐在哪里 才没有佛 所以呢 从这两个公案 我们就可以知道的话 讲呢 是一回事 你洗呢 又是一回事 所以你讲呢 只可以去 了解这个佛法 但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去 实践 所以呢 行呢 是实践佛陀的教法 如果你只是了解 但是你没有 实践去做的话 解行不合一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了 能够铁正入道 我们呢 香港人有一句话 讲的时候呢 就天下无敌 做的时候呢 就有性无力 所以说 他只是讲 讲到非常的好 哇 怎么样 怎么样 就好像那个 红讲师 也是一样 但是真正的时候 要面对的时候 他自己也 带不上一句话 所以讲的时候 很会讲啊 讲到什么 天发乱坠 但是你问他 这种的 你问他 有没有时间呢 或者是说 但人家有些问题 问他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他没有落实 也没有时间 这个佛法 所以当然回不上 一句话来了 所以呢 这里讲 如果呢 我们的解行 不合一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入这个佛法的 一种圣意 当然呢 充满虚空 偏满法界的 这个佛陀的 这个真身呢 那就更不容易呢 能够认识体证了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佛陀在哪里 你要不要去实践佛法 要 如果你只是知道 没有去实践 没有去落实在 我们的生活上面 没有落实在 我们的意识 住行住坐卧上面的话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来看到佛陀 所以呢 我相信大家 都记得 在金刚经里面 有讲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如果你以色见我 要想知道 佛陀在哪里 以音声呢 去求佛陀呢 或你呢 其实在洗呢 这个邪道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看到佛陀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佛陀你在哪里 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要 这个 解行合一 因为唯有解行合一呢 我们才能够 看到佛陀 大家了解 好 再继续呢 要讲到 佛陀呢 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说呢 信仰呢 是有层次的 佛陀的样子 也是有层次 所以呢 这两句话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 在哪一个层次 那佛陀呢 的样子 就在哪一个层次 就所谓的 你在哪个level 佛陀的样子 就在哪个level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呢 譬如说呢 如果你进去 这个寺院也好 这个庙也好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带着呢 两个苹果 三个 三个orange 两条香蕉 然后一束鲜花 然后上好的香 然后呢 进去这个寺院去拜拜 对着结尊佛像 你要说 啊佛祖啊佛祖啊 你要保佑我 全家平安 胜欲兴隆 财源滚滚 那如果你是 用着着 你的信仰是在这里呢 然后呢 这个佛陀呢 就是 他在你心中 是怎么样样子 就在你的面前说 你一直在拜他 求他的这一尊 用金属做的 这个佛像 用水泥做的 这一尊佛像 所以呢 我们说呢 信仰呢 是有层次 你的层次 在这里 佛陀的样子 就在哪里 又譬如说呢 你进去的时候 哇 这个 这个有个千筒 你就拿着一个千筒 一起再求求求求 那佛祖也要把 我心中呢 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烦恼 有一些事情 我要去做一个决定 不晓得 你可不可以给我指示呢 你就一起再求求求 好了 拿出一些千 如果是这样子 你的信仰是这样呢 佛祖在你心中 永远都是一个神明 所以大家要了解 所以书里面呢 讲到说 我的信仰 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佛陀就跟着 我的信仰 到达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要佛陀 在你心中 是一个神明吗 还是佛陀呢 只是你 你拜的这一尊 用不同材质呢 做成的一尊佛像 那所以的话 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信仰 这种程度要提升 佛教徒呢 不应该把信仰 缩小 执着 还有偏见 因为呢 这样子是不能认识呢 佛陀的 那佛陀呢 只会跟我们 越来越远 因为你的层次在哪里 你的level在哪里 佛陀呢 就在哪个层次 哪一个level 那你怎么能够 可以呢 认识佛陀呢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 扩大 我们要把我们信仰的层次 提升 然后呢 驱除这种的偏见 或者驱除呢 这种的执着 我们才明白 佛陀呢 佛陀呢 在哪里 而我们的信仰呢 又在哪里 好 所以呢 这里说 你解行到了最究竟的地方 你就会体会到 你活在佛陀的法身之中 佛陀的法身呢 也在你的心中 就是所谓的 心包胎虚 亮昼煞戒 所以呢 又在强调呢 解行合一的话 我们才能够体振入道 如果呢 你只是明白了解 但是你没有去实践的话 你还是永远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呢 在解行我们刚刚所讲 一日修行呢 就日日的功夫 天天修行呢 就天天的功夫 所以我们一天一天 日日一日 这样去去修行 解行合一的一种呢 对人间佛教信仰的一种的实践 然后呢 我们到了最究竟的一个地方呢 我们就体会到 我们是活在佛陀的法身之中 佛陀的法身 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呢 我们知道佛陀是一个抉择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的 一种的解行合一 这种的佛法的一种的实践 我们自己的一个亲近的佛心呢 能够开发出来 而且呢 我们呢 也可以找回自己的正如佛心 所以呢 在也是跟佛陀一样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抉择 佛陀呢 是一个抉择 是真理的体现者 你唯有用至高的信仰实践 你才能够体会佛陀在哪里 所以的话 我们说呢 人间佛教的一种的神圣真理 为什么透过三好 三好运动的神圣性 在哪里 私给的神圣性在哪里 私色法 私宏私愿 甚至说 缘起中道的神圣性在哪里 我们呢 再讲 譬如说呢 我们讲到这个私给 如果我们能够给人家信心呢 你给人家信心 自然呢 你不会呢 说话呢 说话会伤害到别人 也不会讲话多多逼人 所以你给人家信心 这个是不是说好话 然后你给人家欢喜的话 你当然会给人家 水洗赞叹啊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种说好话 所以讲到这个给人希望的话 别人呢 如果受到这些挫折呢 困难呢 很沮丧 你会不会安慰他 你当然会安慰他 鼓励他 甚至关心他 那这个的话 也是 也是一个 存好性 给人方便 自然不会呢 给人方便的话 我们就不会用一些 很官僚的 一种的态度 而呢 你会用一种 非常主动的 去帮助别人 所以是不是做好事 所以呢 你从这个善好 这个圣做好事 口说好话 心存善内 那我们刚刚所讲的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的话 就是说好话 刚刚所讲的 给人希望呢 是存好心 然后呢 给人方便呢 就是做好事 所以善好事 给的神圣心在哪里 大家会更明白 因为思给呢 本身就是一种的 四五量心 我们了解到这样子之后呢 在书本 大家继续往下看 人间佛教呢 我们要还原 他的佛教的面目 我们知道呢 我们呢 从人到佛 应该是依据 佛陀的一个 这种次第呢 慢慢这样子扩大自己 我们说呢 从人 然后我们人 这个凡夫啦 从这个 经过这个对人间佛教的 一种信仰的实践 慢慢去进化自己 然后呢 就到达呢 这个成圣 成显的一个地步 所以呢 我们一再强调呢 一天修行就一天功夫 天天修行呢 就天天功夫 所以从经过这种的 一种的羞耻呢 我们可以慢慢扩大自己 扩大自己就已经不是呢 以前那个小我呢 这个很自私的我呢 或者一个很语次的我 这个我呢 它是什么 它是呢 是这个我呢 是一个真我 这个真我呢 它是呢 把这个 从这个小我 或者用这个自私的我 慢慢去进化 去美化 去扩大 然后去提升 所以呢 这里讲呢 怎么样去扩大自己呢 就是自他一体 佛陀呢 是告诉我们 在真理的世界里面的话 是法界平等的 那我们呢 唯有通达呢 佛陀告诉我们的 般若了 缘解中道 等等这些道理呢 我们才能够 自体证到 人我一如的 这种大称的一种真理 如果明白的话 自他一体 我跟他都是一样的 勿我两望 古今同体 这种生命不实 法界流转的一种思想 就是普世得救的一种的希望 我们呢 在常常都会讲 六道轮回 我们说 六道 我们说十法界是 四胜六凡 我们会什么意思呢 都会把这 我们都是在六道轮回 我们应该要再怎么样啊 超越这个六法 然后呢 就到达这个圣人的一个境界 怎么去做呢 没有其他方法 就是对佛法的解行合意 这个的话就能够 可以达到呢 这个生命不实法界流转的一种的思想 在这里呢 要继续讲呢 人间佛教呢 跟传统佛教呢 不是有分别的 为什么 但是 为什么 有些人觉得是两个呢 人间佛教是人间佛教 传统佛教是传统佛教 是因为呢 个人依照自己的分别的一种境界 然后怎么样 用自己的一个程度 用自己的程度呢 把佛界分裂了 我们可以了解到 佛法身三宝的正义 究竟什么是本来命目 所以呢 人间佛教是不是传统佛教 也是传统佛教 但是我们觉得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使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境界呢 去做分别 把佛教分裂了 如果我们明白到呢 佛宝 法宝 生宝的一种真实的功德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透过信仰 就可以知道 不管是人间佛教也好 传统佛教也好 东南西北的佛教都好 其实我们应该体认到 一切在真理上都是没有分别的 在这我们说呢 佛陀所证悟到呢 在真理的世界里面是找 是法界平等的 那不管你是人间佛教啦 传统佛教呢 南传的佛教 北传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 韩国的佛教等等 其实呢 一切在真理上面呢 我们都应该要体认 它是没有分别的 譬如说呢 我们看见水 在天然来说呢 水是什么 水呢 好像流地这样子 在我们人呢 看起来是什么 人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河 可能一条河 可能是一个大海 可能是一个湖 但是呢 如果对于一些鱼啦 虾啦 螃蟹呢 它会看成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的龙共 好了 如果对于恶鬼来说呢 这个水呢 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些浓血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有没有分别 没有 在真理上面 这个水大家都看到 就是水 只是因为我们的分别 境界不一样 就好像呢 刚刚师父所讲的 在真理上面 什么 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佛教 人间佛教 传统佛教等等 我们刚所讲的 在真理上面呢 是没有分别的 好 人间佛教呢 世界 未来的光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 倡导人间佛教呢 我们为什么要倡导 这个人间佛教 每一个人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大家都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都希望有一个 很积极的 幸福的 安乐的 有希望的 有未来的人生 对不对 没错 每一个人都希望的 然后佛教 未来的前途 人间世间的一道光明 就是要倡导 这个人间佛教 好 把佛教呢 所以我们应该要 把佛教还原 还原给他呢 本来真实的面目 因为过去呢 实在是过去的 政治社会 或是也有一些的 在讲说这个 佛法的时候呢 甚至于说呢 一些 大家呢 对于佛教呢 产生很多的 一种的误解 所以呢 师父说呢 我们现在呢 就要倡导 这个人间佛教 要还给他原本的 一个 一个本来的 一个真实的 一个面目 所以这第三章 我们会什么叫做 人间佛教的 根本教义 透过这第三章的 了解的话 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佛教呢 是一个积极超越 自我圆满的佛教 不是拿走呢 求神拜拜呢 只是去求佛啦 或者说拜佛啦 应该呢 我们说求佛 拜佛之后 要再进一步 要提升嘛 我们的信仰呢 应该要提升 不要下载 也不要执着 也不要骗见 所以我们从 这个拜佛啦 求佛啦 到学佛呢 更重要呢 是行佛 这个真实的面目 为什么是一个 积极的一个佛教 我们去想想 我们在上一堂课 有讲到这个 苦空无常无我的 一种究竟的 一种的道理 还有真正的意义 是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苦呢 人间是可以 转苦为乐 我们唯有离苦呢 才能够得到 一种究竟的 一种安乐 然后空呢 人间的空呢 就是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 能够明白 这个空心呢 就能够真空生妙有 第三个呢 有提到呢 这个无常 人间呢 一切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我们呢 知道无常的话 我们就有未来 就有希望 然后呢 讲到这个无我呢 人间呢 是可以从这个 私我呢 到这个大我 所以呢 我们懂得无我 才能够融入大众 所以这个 是不是非常的积极的 积极的一个层面的 而且呢 能够超越 我们所谓 最终的超越 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人间佛造的神圣真理呢 让我们可以透过 三好四给 然后四色法 甚至四弘四愿 这个缘起中道的 用神圣 让我们可以从 世俗的一个层面 透过对人间佛教 这个信仰的一种时间 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个世界呢 能够走上这个神圣 找回 找回 我们的一个 这个正如的佛心 所以呢 这个 你说人间佛教 是不是神圣 有神圣心 是有的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凡复 我们是凡复 我们人 可以透过呢 这些的一种羞耻 这种解形合意 我们是可以成佛的 成为一个角色 跟佛陀是一样的 不是他永远告在上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 达到这个 我们是可以的 大家要有信心 所以呢 你说呢 这个是不是能够 透过自我的完成的一个宗教 我们说呢 刚才我们一直讲嘛 人成继佛成 人格的一种的完成 就是一种的圆满的话 我们呢 就可以 能够迈向呢 这个目标 成佛这个目标 好 所以呢 佛陀的教义 各种的说法 或者是大规模的宣说 或者是个别的一种开示 不管是对在家的弟子 或者出家的弟子 佛教的教义的 都是什么 宗师呢 是简单的 和平的 天下人我一体 给人家呢 带来的这种 快乐呢 这种幸福 能够得到这个自在解脱的 因为我们可以呢 透过这种的羞耻呢 我们从烦恼之中呢 可以进化自己 然后在凡属之中呢 能够圣华世界 从有相里面超越到无量 无相 无变的法界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跟佛陀呢 同样具有的法性正如 也就是说 大远见词的法胜同体 好 所以呢 我们明白到这里之后呢 佛陀的教法呢 是重视这个简单和平 天上一体 不要呢 这个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不要想到 哇很困难 或者我听不懂 或者我都不了解 我还是不要去做了 这样子 其实刚刚说上 佛陀的教法 就是很简单的 然后呢 是带给大家一种和平 带给大家一种的平等 平等观 带给大家一种的慈悲观 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大人处事之中呢 就可以落实去做了 然后如果能够 落实去做的话 我们当然会觉得 快乐 幸福 自在 所以呢 如果能够把事 跟你看成是一体的关系 就是一体 一体的 没有一个分别的 不要说 所谓的 事就是事 然后呢 你就是你 如果你把它分开的话 你就会觉得 永远呢 你都没有办法呢 能够做到这个 结心合意 我明白是明白 但是你就会觉得 我做不到 其实我们都是 可以做得到的 或者是呢 我们必须呢 要把人我 看成是没有分别的境界 人我 我因为 法界是平等的 人我也是一如的 我们彼此呢 都是互惠姻缘 我们需要互相去帮助 所以我能够包容对方 我可以容纳一切 我不会对他排斥 也不会抗拒他 也不会跟他对立 所以因为 是没有分别 没有一个对待 这样是没有一个分别了 然后呢 把男女和万物同样平等的 一种的尊重 确实呢 佛教的平等呢 佛教所讲到的平等 就是我们 法心是平等的 我们之前有讲 佛陀的成立这个 生团的时候 他的弟子呢 包括呢 这个婆罗门 擦地利 然后呢 这个肺色 还有守陀罗 他们都可以成为他的弟子 所以呢 从哲理圣经说 佛陀呢 正如所讲到的 其在其在 大地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德相 都有这种呢 跟佛陀是一样 从哲理我们就看 法心 这个平等 佛陀呢 告诉我们 大家呢 我们都有这个 清净的一种的佛心 大家都可以成佛 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抉择的 只是因为我们有些妄想呢 有些执着呢 没有办法能够可以明白了 了解圣经说 对自己呢 没有这一份的信心 同样呢 把男女和万物同样平等的 一种的尊重 我们说呢 男女要不要平等 之前有讲 男女要平等 出家中 在家中呢 也要平等 不会说 我是法师 我就很了不起 你们是在家心中 我看不起 不是 我们都是平等的 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是 我们的佛心呢 我们的正如佛心呢 都是一样的 男女要不要平等 不要在生活上面 或者说有些的 做事上面的 就有一个的区别 我们去想想 我们礼拜的 哪一尊观世音菩萨 好 大部分呢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都是以一个 女众的一种的形象 一种出现 我们呢 礼拜的时候的话 我们不管男的女呢 老了 少了 他们都在礼拜 这个观世音菩萨 所以呢 男女要不要平等 所以呢 之前我们有讲到说 千万不要看清别人 也不要看不起别人 不管是男中 女中 不管是家中 出家中呢 等等 或者我呢 你呢 他呢 我们都要彼此 互相尊重跟包容 让我们呢 就好像人间的佛陀一样 我在中中 中中有我 我们就是悟到成佛 也是不能离开人间 你离开人间 怎么去成佛呢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把这个佛法呢 一定要落实在 这个日常生活上面的话 我们才能够 证悟入道 我们刚才所讲嘛 解行不合一 你永远没有办法呢 能够体正入道 所以的话 我们成佛要不要在人间 就是要在人间 为什么 佛陀呢 出家就是为了解决呢 人生这些的问题 人生这些生老病死的一种的现象 内心呢 这种这种呢 要被苦恼的一种的逼迫 甚至于说世间的这些呢 被宽离合的一些苦痛 他呢 出家就是为了解决人间的问题 那既然佛陀呢 现在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了 也呢 证悟到这个真理 如果我们要成佛 要不要在人间 当然是要人间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人间 更不能离开这个虚空 所以呢 唯有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体会到 我在中中 中中有我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就利用两堂的时间 就是很匆忙的 跟大家呢 读这个第三章 人间佛教的根本教育 所以呢 大家 我就是用个导 导读这个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 不是希望 一定 一定要回去呢 再把这个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简一本书 好好去看 你看一次 不够 两次也不够 你要一看 再看 然后三看 一直把这本书呢 作为一种生活的宝典呢 你才能够体会到 佛陀的本怀 好 我们今天呢 就上课到这里 好 下课 现在先下课 下课